好,繼續 當我們知道電子在某些情況下 它就像Wave的特性 科學家就繼續研究 不如我們找耳倉根 其實已經很久之前發明了耳倉根 好像耳從一粒粒的電子 是一粒粒的,像根一樣射出來 接著它就說 Waving of electron wave from an electron gun 即是這個根射出來 雖然大家都知道是一粒粒 但它可否有一個Wave的狀態 讓我們去觀察呢 就看看這件事 首先這個 electron gun如何結構 首先我們會有一個Hitter 我們也知道預熱的時候 煲滾裡面的 electron C 那些 electron就會飛出來 所以前面的Cathal 就受熱之後 就飛了一些電子出來 那些電子飛出來 不代表一定要走 那就看看前面那些東西 我們下面就顯示了一些Voltage 一個-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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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050 那就發現了 兩個的Difference就沒有什麼 那些電子飛出來 所以它不會故意要走到Grip 或者走回頭 但是它在後面有N 有兩個N 兩個N 一個是-800 一個是0 那用Voltage來看 -1000和-800 那電子喜歡哪個呢 電子當然喜歡一個高能力的地方 那電子飛出來 那電子飛出來 它會故意走過去 但是你會發現 為什麼有一個Grip 下面說 它說 那些Eletron 會提供了Fast-boofing Eletron 因為煲滾 它飛出來 有些達定的速度 不弱的 他說 Dude to High Temperature Eletron Eletron Esquip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Heated Keffel 受熱的 受熱 因此它飛出來 那 跟前方的Grip 沒有什麼分別 走回頭和前方的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我們會看到 V appied between 的Kephel 和Ano 2 那兩個 然後會形成了 Eletric Field 令到它會向右側加速 因爲向那邊加速 因爲它經營了Kinetic energy Kinetic energy 其實是2S的procential energy 所以你會看到 Ke 即是Ev 你會發覺這個速度會依照你的Volt Volt越大 走得越快 至於Momentum P等於Mv Mv V有 M 然後我們再用Debois equation 就會看到H over P 就是這條色 這條色在公開考試中經常出現 這是一個懸吊的情況 懸吊的情況未必很高速 因此 它的速度仍然用以前mechanics 2分1mv² 所以你會看到是2存在 OK 繼續 得到這條色就不代表一切 一定我們要做實驗才能看到電子會不會有Wave的特性 就是下面一個很有名的實驗 就是利用了Hone gun 去打 打一個Carbon的disk OK Carbon的disk 理論上應該打不穿 但是 我們也知道Carbon裡面 每一粒之間有空間 電子有足夠能力在空間中 穿過 穿過又如何呢 正常來說穿過了就直去 應該有一點 你會看到 黑白的綠色就看不到 彩色就看到了 中間有黑色的地方很正常 因為沒有電子到 Carbon遮住了就看不到 但是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在黑色以外的地方 有一些圓圈的 圓圈有光有黑的 亦是不正常的 正常來說 沒有遮蓋的地方應該全光 遮蓋的地方應該全黑 在這個情況下又要解釋 為何會有 Wing出現了 Wing有黑有白 看回這裡 就說 熱圈其實是做了一個difraction Fast moving 床 基本上就是打中 Carbon 即是 Graphic 然後中間就會有 Interference 原因是因為裡面有很多空間 空間 電子穿過了 而電子的Wing 跟空間差不多 所以 Difraction 因此 穿過洞又穿過洞 大家之間出現後也有interference 這就解釋了為何有些地方是bright 有些地方是dark 出現 記住D2從我們看不到的 必須要靠真空玻璃館裏 有些fluorescent的material Fluorescent screen 因此螢光了我們才看到的現象 而現象月光或月黑的地方代表什麼呢 代表 那些地方 這裡 就是看回那些地方的電子 出現的 機會率多與少 因為越光的地方就是越多電子打中 OK 行不行 那麼 越黑的地方就越少打中 那就是那個光與暗 所換出來的 至於是不是有機會越光的地方未必越多電子打中 有機會是那些電子高速一點才打中 但是記住現在衝筋放出來的 速度其實是上面的顏色 基本上你定好所有東西 其實速度都沒有什麼變 唯一 證明就是那裡多點電子 那裡少點電子 好 到下面的size 其實是決定Volt的大與小 OK 到下面它就說這個Volt增加了的話 Waving會下降 其實是在上面的顏色 這條顏色 當你知道V越大 其實它的佛母越大 那麼Lambda就越小 OK 那麼Lambda越小 會怎樣呢 Lambda越小 但是其實 在Graphic的Gap位 基本上沒有變 因此如果你的Lambda越小 OK 那麼它就會怎樣呢 這裡寫了 Lambda越小會怎樣呢 它反而就會減少了Diversion的Effect 所以它會減少了D 那鷹就是告訴你 那個D層 相對你的最新比較小的Lambda 很大 因此它好像 若無其事那樣穿過 因此 Diversion Effect 明顯地 變窄了 如果變窄了的話 即是說 出完之後做到 Indefluence的效果會比較弱 因此 Size of the wings 就會 比較小 看看這裡 它說什麼Application 關於電子的 主要原因就是 可以利用到 類似X-ray的物體 可以看到 Crystal裡面的內部的Structure 看看它是什麼形態 另外當然就是後面會說 電子顯微鏡 它可以用電子的方法 它可以看到光學的顯微鏡 這樣的